一般患上癌症末期 相等于接近上仓不远处了 巫统大港区部主席拿督斯里加码透露 他大约一年前曾来症末期 不过却奇迹般的康复 庆幸自己还活着 加码周三通过脸书直播感谢朋友们 对他周四八月四日生日的祝贺同时 还分享了他在过去一年中抗癌的经验 他说他在去年七月被医生诊断出患有肺癌末期 只剩下大约一百天的生命 他唯有接受事实 然后继续向上帝祈祷 然而去年十二月 当他再次接受体检时 奇迹发生了 其肺部的癌细胞竟然全都消失了 他和医生们都感到意外 他说 如今已过了八个月 他已百分之一百全面康复 病能如常生活了 医生也形容 他是癌症末期百万中的唯一康复者 中美两国关系紧张 大马今天正式对两国立场进行表态 外交部长拿都斯里塞夫丁阿兜拉表示 马来西亚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希望看到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得以维持 他说 在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导致中美关系紧张后 马来西亚正密切关注台海的事态发展 他说 马来西亚敦促各方 以最好的方式和小心翼翼地解决这个问题 塞夫丁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强调 必须维护区域和平稳定与繁荣 所以 事不宜迟 我只想重申一个事实 即我们希望所有关心的人都能看到这情况 并以最好的方式处理 在区域贸易和技术方面 我们非常重视美国和中国 因此 我们希望与中国和美国成为朋友 中国驻马大使欧阳玉镜 对大马不支持台独立场 表示赞赏 杨玉镜指出 马来西亚是中国的好邻居 好伙伴 好兄弟 马方曾在1971年 为联大第2758号决议 投下赞成票 并在1974年 中马建交后 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不支持台独 中方对此表示赞赏 中方真是中马有益 重视发展中马关系 愿同马方一道 继续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 不断推动两国关系 实现更大发展 共同维护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他发文告说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不顾中国强烈反对 窜放中国台湾地区的行径 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 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严重冲击中美关系政治基础 侵犯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 他表示 佩洛西向台独分裂势力 发出严重错误信号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严厉谴责 他说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领土 不可分割的部分 中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 唯一合法政府 这是一个中国原则的核心内容 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 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1949年中国成立以来 包括美国在内 世界上已有181个国家 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 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他警告 美方企图搞以台制化 不断歪曲虚化 掏空一个中国原则 加强美台官方往来 为台独分裂活动 撑腰打气 这是十分危险的玩火行为 玩火者必自焚 他强调 中方已多次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坚决反对佩洛西 窜访台湾 美方不仅置若网文 反而指责中方试图制造危机 充分体现了美国 在本地区蛮不讲理 横行霸道的一贯作风 美方行径再次证明 美方眼中只有自己的利益 没有他人的关切 更从来没有真正尊重过 地区国家求和平 某稳定 促发展的普遍愿望 美国已经成为台海和平 和地区稳定的最大破坏者 消费60亿却造不出一艘战舰 原来其中的4亿令吉 拨款用来偿还旧债 国会公共账目委员会揭露 尽管政府已支付60亿8300万 令吉建造6艘滨海战斗舰计划 但到目前为止 原定于8月交付的5艘滨海战斗舰 一艘都没有完工 公账会主席黄家和指出 政府对承包商 Boosted Naval CPR BNS的拨款 并非全部用于 建造6艘滨海战斗舰 其中4亿令吉 用于偿还旧债 他在今天的文稿中说 这导致BNS公司 面临14.5亿令吉的超值 他指出 调查还发现BNS公司财务状况不佳 结果 政府被迫向BNS预付13亿6千万令吉 违反了当时财政部的通令 BNS的财务状况 是因为滥权及理财失败 而疲弱限位 截至2018年 BNS贡献供应商8亿0100万令吉的费用 而欠金融机构的款项 则高达9亿5600万令吉 他表示 估计总值17亿令吉的 建造滨海战斗舰的器材 被收在仓库里 估计其中的15%器材已经过时 黄家和也说 时任国防部长阿末 扎西当时并没有理会海军的意见 镜子更换战舰的设计 他指出 前海军司令阿都阿兹 向攻占会共证时 形容此决定 是一项严重错误 今年1月 两名经济涉嫌提成 与6艘滨海战舰 LCS采购合约 有关含虚假资料的文件 而被反贪污委员会 代不以协助调查 国会公共账目委员会 也在2020年12月介入调查 并已召开8次的听证会 包括传召了 国防部前部长阿末扎西 大马皇家海军 前首长阿都阿兹 以及滨海战舰 计划主要承包商 Busted Naval CPR 私人有限公司问话 另外 黄家河也在文稿中 提出7项建议 包括促进国防部 每3个月 向公账会汇报 滨海战舰计划的进展 直至该计划完成为止 他也建议 国防部必须审查 所有选项并确定 滨海战舰计划的最佳方向 确保以负责任的方式 使用公共资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